小座美术馆是一座开往大海的美术馆 它充满了海洋的气息 裹挟着工业的建筑 中国的美学 闽南的文化 甚至还有欧洲文艺复兴的元素 以及新古典主义 乘风破浪向泥驶来 美术馆整体的建筑材料 让它有了硬朗的工业味道 屋顶上一直延伸到海边的走廊 像极了海港码头中 伸向海中央的战道 而这个建筑框架中的圆形孔洞 也让我想起了 游轮上看到海浪拍打的圆形密闭窗户 延伸感极强的元郎 我想设计灵感一定来源于传闲 在室内 设计师将桌椅做了下沉的设计 这应该是希望观众对艺术有一份尊重的心态 更希望空间里的人 从视觉和心理上都去仰视这栋建筑 这是新古典主义的一种表达 我猜 设计师拥有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格 我上次看到这么长的桌子 还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 达芬奇绘画作品最后的晚餐当中 耶稣和十二门徒共同使用的那张长桌子 这红瓦做成的浪 这石块砌成的墙 还有这红砖做成的光景 妥妥的闽南文化建筑三板斧 看到这里可能你在想 那中国美学它在哪里呢 你还记得那些圆洞吗 从这里看出去 这不就是苏州园林里常用的手法吗 还有这里 但凡碰上个下雨天 你就能够知道 似水归塘是有多美 另外 这个我不知道设计师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简化的斗拱 加上如此深远的屋檐 这是典型的唐代木狗建筑的标志 都说建筑是凝固的乐章 节奏对了 一切就都对了 而小座美术馆就算没有展览 你只是坐在那里 你脑海里的人世间 就已经是一场海上生花的美妙展演了 如果你也想来这里 那么首先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奔赴大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